大家好,我是烟草经销商小琪 在大部分人的眼里,细节的变化好像对烟草店没什么影响 烟草保质期较长,阴凉干燥,存放即可 但是在日常经营中,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大多数的烟草店受面积自约或者经营理念的影响 喜欢将烟柜放置在店外,或者将烟草摆放位置靠外 这样可以吸引顾客,提升销量 将烟柜放置在店外是属于违规行为 一旦被层管发现,就得搬回去 但是很多店主还是乐此不彼 小琪觉得这样做,还有另外一个隐患 夏天温度高,阳光暴在下,人都有点受不了 何况是香烟呢 有些店铺还会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在一起做促销 这样更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打火机属于易燃易暴物,特别是在高温制烤下 外壳容易变质,产生裂纹 一旦使用,受高温膨胀的气体突然泄漏,就会引发火焰 而且长期高温制烤,气体膨胀还会引发爆炸的可能 所以各位烟店老板们一定要注意 打火机等易燃易暴的物品,一定要避免阳光直射 更不要暴露在阳光下暴晒 还有就是烟柜的摆放 先不说违规的是,就是香烟长期暴露在阳光下 经过高温制烤,外包装吊涉是肯定的 而且高温烤晒后的卷烟也会变味 所以规范经营是有必要的 香烟也要避免阳光直射,以免变色变味 总之夏季到了,我们在日常经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上两点建议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